我早下班了 你人在哪 还在学校吗 我也刚下课 我刚啃了两个面包 那就吃碗面吧 我听我朋友说 那个田师傅的面不错 就三后路的那家 去试一下 三后路Visner Center旁边 这家店属于在 Richmond的市中心 都在办公楼附近 所以它这里的餐饮选择 好像都是偏快餐类型的 烧烤 我们点了羊肉啦 羊肉 大肠 大肠 五花肉 还有鸡蒸跟羊腰 那个是鸡心 对鸡心 因为我原本想点鸡蒸的 然后忘了点 有一些是真的全烤的 有一些是炸了再烤的 不会像一些店一样 明明是家烤穿店 却全是炸的 这家还是烧烤还行嘛 好的羊腰一上来的时候 我闻到那股烧味就知道它没清干 好很搞笑 你要我多好 那么贵的羊腰我全给你吃了 没有 虽然Ban说 你先吃一个看一下怎么样 然后说还行啊 然后他准备抢来吃第二个的时候 我就说等一下等一下 这有点味道 所以到底有没有味道 有真的有 不是骗你了 我还以为你是为了骗我吃第二个 我很怕那股烧味 这边的烧烤店只有几家会真的把它给清得很干净了 然后他米线的话 好像有点煮过头了 不过还行 那米线可能过多几分钟可能就要煮到烂了 不过还好了 还是能入口的 口感还是可以的 不过我不太喜欢他小炒肉 可能是这边猪肉的问题嘛 毕竟是这种冻过的肉 然后再煮的话可能会有硬 但主要就是我觉得他炒起来 味道够了 好像就是差一点香 但整体来说还是不错了 10块钱一碗这样的小炒肉米粉 他做的速度好快啊 那简直就是麦当劳的速度 所以说质量上你懂的 然后我点的是 你那个香菇鸡饭 不是叫香菇鸡饭了 黄焖鸡肉饭 你知道广东这叫什么吗 腿饭 一个勺子能解决的是腿饭 我问你那个怎么样 我那个上来的速度比你那个还快吧 厨师拿到单子之后 就直接从那个锅里面捞几只鸡出来 然后再把饭盖上去 然后就拿出来 怎么样应该就是饭 然后可能就是旁边已经炒好了料了 然后就直接夹进去 就像富库那种嘛 但是你的西兰花 因为是不能长时间加热的 我觉得它有烫过了吧 它没烫熟 就吃起来是浓的 不可能为了你两根菜来 再开一下 那个米饭下面都是黄油 尝到以前小时候的味道 很平民食堂吧 能这么说的话 对 然后你不是还隔壁的Share Tea 买了一个奶茶 哈哈哈哈 我喜欢渥太华时候喝的那家Share Tea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问哥华之后 都喝不到那感觉 我觉得味道总是差一点 芋头奶茶 芋头奶茶 芋头味也没很重 所以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在那里 然后这家好像有一个特别之处 我们在外面看到 它那个Business Hour是 9点到4点 最开始你还以为下午4点 我们今天都9点多才来的吧 应该是深夜4点 那挺好的对吧 就是有时候深夜 比如说刚下飞机啊 或者半夜三更 睡不着 除了酒际另外的一个选择了 我们毕竟不是吃辣那一边的人 所以晚上太晚凌晨两三点 我一般好像都不会选择吃辣 不过爱吃辣的人呢 凌晨肚子饿了 你们知道哪里了 田师傅肯定是你的选择了 嗯 挺推荐的 我想见到我的话 可能会在旁边的摆卫线 哈哈哈哈 我吃的表情带 我身体是不吃东西的 我们不是一个概念 凌晨两三点 肚子太饿 睡觉不好的 喝杯水就睡了好吗 我现在只想打他 拜拜